暗夜中一棟教堂内发生火灾 爆炸现场火光冲天 从监视器画面可以看到 一共爆炸了六次 大量农烟弥漫 数十名消防人员不起水线灌旧 台中市风云区的天主堂 十九号凌晨金船火警 教堂内的更衣室 以及因控制因不明原因 窜出火苗 火势迅速蔓延 教堂内部几乎被烧光 但消防员手中的玛利亚圣像 另外还有神龛 以及圣经 竟没受到火灾影响 被抢救出来 警消暗夜货爆后 出动了十七辆消防车 四十五名消防员 以及二十四名一消 火势在十五分钟顺利扑灭 现场燃烧大约二十五平方公尺 索性无人伤亡 详细起火原因 仍待调查厘清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